三年前,美國Gatee Foundation 列出全世界最美麗的現代建築 東海這個陸式教堂也會列為其中之一 它在一個相當寬廣的平地上 它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心的象徵建築 當時的木工非常掀材 因為這個房子那時候沒有電腦 圖全部是2D去畫的 可是整個呈現要三向度的 所以這個工程到今天來看還是不太容易 在當年能夠蓋得出來真的是非常的奇蹟 整個外觀的面 不是那麽平滑 可是陳醫官先生說 沒關係,就要留人的痕跡 不應該完全那麽完美 看到這個瓷磚,每一片顏色都不一樣 陳醫官說,就是要這樣子 那這樣子整個教堂外觀才會這樣斑斑薄薄的 那種色澤的變化就很豐富 室內的這個空間也反映了結構的設計 它的格子梁在下方空間都很粗大 它大概到上方以後都控制在最細的 一方面形成了線條的交織的美感 一方面就是結構要求的 重量這樣慢慢傳遞下來 四片的區牆包住一個教堂 在一線天的上面有幾塊粉粒土塊 當遇到很大的震動的時候 這邊是允許它可以動的 我們在1999年台灣有一個921大地震 震度達到7.3級 中部有很多房子都被震倒了 教堂沒有影響 台灣蓋的東海陸式教堂 那麼單純就完全四片 而且是青水果凝土 而且是格子梁 用最少的方式呈現一個最完美的建築 很好的一個案例 後來要追大概也不太容易追 它為甚麼要看 不如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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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